本国新增50宗新冠肺炎确诊 49宗属于本地感染 初步确诊大约30宗 政府曾有划出的佐敦油麻地小区里面 多9宗确诊 其中5宗源头不明 而小区再多两栋大厦需要强制检测 有专家就相信 要多做几农强制检测才可以切断全薄链 新列入强制检测名单的佐敦油麻地小区流域 包括新田地街23至25号 大厦里面有一个建筑工人确诊 另一栋是广东道608号广基大厦 那里的确诊者是中九龙干线隧道工程群组的密切接触者 在新增确诊个案里面 先被列入强制检测的20栋大厦 有两栋再有人确诊 其中金分大厦有4个人 而新增的15宗源头不明个案里面 有5宗即是三分一 在小区里面 当中4个人所住的大厦 不在已经公布的强制检测名单 连同油麻地另外4栋流域 那一区单日有14宗确诊 即是全日近三成个案都是来自这一区 都局话仍然以南亚裔人士为主 因应首次大规模小区检测 当局在关中体育馆增设临时检测 另外派出4架流动采样车 有专家认为要配合禁足令 检测效果才最理想 但实行很困难 建议可以短期进行多次强制检测 因为有些人士可能他在这三天 他未能够出现 或者未能够做得到 如果你真的要再做第二次的话 可能是比如说五至七天后 可能有机会要再做第二次的强制性检测 当局就说要考虑实际情况 无线电视记者刘俊玉部导